在山莊 在刨口 歡迎選擇直測903 今天刨口山莊有兩個小時的特別版 找來兩隊樂隊和他們監製進行對話 首先有他們 大家好 我們是Nowhere Boys 你們現在收聽的是 刨口山莊 4, 4, 3, 2, 1 Hello,我是主音樂Van 我是吉他手阿Kent 我是Keyboard余佬 我是Bassie Hanson 今天來不到那位 正在途中 就是鼓手Nate I want to rain but the sun came out All your laughter's making me shout Walk down the steps all dressed in white But all I want was to pick up a fight Well I don't care a finer way To ease myself on the pretty face And you can try to get out of town But all you around I want you down 接下來4月28日 在西灣河浦巴 Nowhere Boys 就會推出他們的第二張專輯 Welcome to our hyper reality 而這張專輯 就不是在 Nowhere Boys的Band房錄製 而是在 Francy Music的Studio 沒錯 因為Nowhere Boys 之前都上來說過 Nowhere is everywhere 一直都沒有Band房的Nowhere Boys 全卡每次開場之前的 Soundtrack和玩Show的時候 來做樂隊練習 Soundtrack的時候 當然是練得最多 對 因為一個星期出幾次Show的時候 Soundtrack或者Show的時候 已經用了很多 平時可以放鬆出來的時間 練得最多應該是錄音的時候 哦是嗎?其實 寫歌的時候 因為我會練很多曲 才能練得整個 錄得好的時候也能練成 錄音的時候才來當作練習 那Nowhere Boys這張專輯 可能是世界上 最難監製的一張專輯 監製都是一頭煙的 通常錄完之後 就任由他 我自己剪輯才算 今天也有監製在這裡 大家好 我是謝郭惟 是他們這張監製的 大碟監製 很開心 他們就說 上來錄音才練習 對於監製來說 是不是真的挺生氣的 不是的 因為 其實他們是另一種 很有準備 另一個形式 因為其實他們所謂的錄 因為他們通常會 編個arrangement 已經是給我聽的時候 都挺成型的 他們所謂的練習 是編著那個時候 就等於練 所以到我手的時候 只不過是可能錄音的水平 到最後要再錄 認真個take 去錄音室錄好它 接下來是4月28日 在蒲巴 你們就會推出你們的第二張EP 沒錯 這張EP就是透過音樂風的計劃 眾籌 雜資 推出這張專輯 這張碟裡面 大家的歌 其實上次上來錄音 其實大方向已經想好了 因為都是 有些是上一張碟的 成計 這樣下來 其實這張碟就叫 Welcome to our hyper reality 其實是說超現實的一件事 為什麼超現實呢? 我們一向玩的風格 就叫做電影式搖滾 其實本身已經是很超現實的東西 我們相信 我們覺得最美好的東西 都是從我們幻想到來的 所以我們的音樂 都應該由我們幻想中出發 是不是? 你平時幻想些什麼多了? 可以的 我們在這裡 我們就不要在這裡 discuss這件事 我們先說回音樂的方向 剛才都是說音樂 其實歌曲大致上都承認 那監製的責任 監製的責任就是幫他們監好歌 一個第六型的身份 對於他們的歌 對於他們的歌 Nowhere Boys的音樂 監製一聽的時候 這個電影式的搖滾 香港很少見 你的感覺是怎樣的? 其實是很精彩的 因為他們想了很多層次 其實很多時候的編曲手法 平時不常見 如果給我的編 我不會這樣編 或者給我身邊 可能叫到編曲的人不編 他們就是集五個人的大城 五個腦袋 其實真的比幾個主角論 我什麼時候都說監製挺厚度 不過其實最終的難度 作為監製 我想我有幾個事情要做 第一件事是 反而把他們的刪減 通常他們是層次多到 要找人幫忙去做個決定 那我就用一個 即是Fresh Ear 去幫他們 不如這個Layer不用了 不如那樣東西 我去精簡他 所以 甚至我試過把一首歌 整段剪掉 對 我試過把整段剪掉 覺得太多了 由七分鐘變成四分鐘 四分鐘 其實剪掉了三分鐘 剪了首歌 那個可以變成下一首歌 剪了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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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首歌 我們都想令到那些東西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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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也是一件事 最後就是在錄音的時候 我想 大家都很開心 我就試過 第一次這麼緊密 去跟一對Rock Band 去 合作 所以錄音的時候 很多東西玩的 那 對於他們來說 可能第一次 有個這麼認真的監製 在那裏 這個要錄啊 這個要改啊 這樣 所以那個Collaboration 就很close 其實 其實我們真的很開心 有個 因為我們的監製 他本身 他自己是個音樂人 他自己是個Mixing Engineer 有寫歌 對 所以其實他監製的時候 他會幫我們想到一件事 就是說 他在Frequency的Spectrum裡幫我們 即是他未必是說 你彈這粒音 彈這粒音 總之你這類 你幫我補回一些樂器 總之補回它的Frequency 整件事會立體很多 我們對他來說 我們真的很幸福 對於監製來說 這班Boys 聽不聽話 乖乖乖乖 肯不肯的 剛剛說要刪減歌的時候 可能有些內心 說不是 其實都ok的 你覺得 真的要減 這個爭拗也多不多 這個判斷 其實呢 爭拗就不算很多 意見就很多 哈哈哈哈 其實 我想大家認識了一段日子 自己兄弟 自己公司 所以 那個溝通很足夠 我的信任也很多 只不過呢 其實他們 厲害的地方 五個人都很厲害 但是麻煩的地方 五個人都太厲害 五個人都是 其實他們在他們專場上 很厲害的 然後 他們每件事 當然都有要求 當然 你要將這件事 磨合 所有人 合起來都是 滿意的時候 就有些時間 我就會盡量去聽大家的意見 然後就告訴大家 這個都ok 可以take的 這個想法 亦都有些不行的 我就要say no 這樣 你問我的話 我就覺得沒什麼所謂 因為那些歌是阿余佬寫 難怪我 哈哈哈哈 是啊 阿Van寫這歌我也沒所謂 哈哈 我應該是最沒所謂的 哈哈哈哈 那是不是真的 這麼沒所謂呢 要cut的時候要去 本來說 我們打算這個 是這樣去的時候 但是這樣cut 如果我會不會 你不明白我在背後 用了多少花言考語 來包裝這件事 哈哈哈哈 才令到 他會直接說 他會直接說 不要這樣 你要花言考語 想到一個很感性的故事 哈哈哈哈 或者大家都覺得 嗯 是啊 其實cut了會好一點 是為了大局著想 是啊 其實背後很多事情發生 阿維不知道 哈哈 我懷疑 RAN其實平時 對於A 就要講這番說話 和B 才能夠大家共識到 但是大家千萬不要把背後說話 我分出來對口公拒不行 因為每個人 因為我已經太清楚的是性格 每個人聽到入耳的 會有某種類型的東西 才會聽到入耳的 沒錯 那你就要在那種方法上著手 哈哈 那他聽完那些東西 通常都會說 嗯 OK 我認同的 那跟另一條人說 就要說完全沒有關係 是另一種東西 Nowhere Boys 之前上來爬多山莊 就說 其實大家的技術都很厲害 其實今天上來錄音室 主要是想看大家的武器 有多厲害 對 還有那麼多當然是表演 阿Kent會很開心 這個最少要說的應該是我 是鬼鬼 我是謊 其實我剛剛聽到 我想吵技術的 我可以用就用 有聲音就可以了 但他有幾十支吉他用 是 我覺得他只有幾支琴 但是呢 不是喔 上次大家上來 因為上次魚佬 就有事上不到 你爬到山莊做訪問 今天就真的可以正式問他了 因為上次大家都覺得 哇 魚佬出場的時候 琴啊 或者一些效果 很大塌的 很大塌 都不是 很大塌 都是多於蛋糕在旁邊 那麼大的東西 不是啊 你回家呢 你口琴呢 那 有多種不同的樂器 都可以 都可以變小 他們的體積 我就是 因為 因為由 這個最重要 這個不可以大漏 當初是 其實出來組樂隊 就是為了減輕 整體的重量 所以我選擇用的琴 各樣東西都盡量 是輕巧為主 因為 如果同一時間 要搬起鍵盤 甚至其他垃圾東西 其實都 都要拉車仔 我試過拉著兩部 鍵盤連一台 就是Effect Multi 我又 上環地點站 走上PMQ 那條斜路 拉著兩架車 那個感覺是 想死的 哈哈 我就是推銷 所以就是 試車上 所以現在職務了 如果我要出出 我一定會第一件事要求 有請可不可以給我一隻琴 給我一隻可以 完整出鋼琴聲 漂亮的 我就很滿足 然後 我先用Michael Station 我可以自己設定 便是它有輕巧 但是這麼小的琴始終 是有些要求的 可以做的 我有個朋友 就送了一隻 不知哪個Handmade的Booster 然後再加一隻Ref 我覺得夠做了 即時的變化 可以變大一點 但其實 你拿一隻小琴 所以 為什麼一定要有大琴 因為有時候 你彈琴Solo 例如 這個是最慘的事 例如這個 連世超人 連世超人的時候 一開始就一定要用鋼琴聲來做 而且中間的Solo 都很重要 所以我們出秀 一定要有一個大的 漂亮的Keyboard 才能做到這個效果 沒錯 因為我有嘗試過 將那段鋼琴 用我的Micro Station 彈出來 是 真的 真的太Micro 大家可以幻想一下 那隻Micro Station 就好像你平時 打電腦的Keyboard 這樣 只有這麼大隻 十萬元的東西 要彈一個鋼琴Solo 它是你在文具店 買到十多元 一隻小型鋼琴 那些小型鋼琴 那些 最小的Keyboard Media Controller 那一隻 尺寸的Keyboard 那一隻 到此為止 我認為 在這個琴道 曾經做過最高難度的事情 就是 剛剛MusicB的一場show 狂想曲 我只娟今去操練 調音街玩十幾年 不知道修練幾次 連到快過閃電 卡式鋼琴的鋼琴 有一個Bio Rock的版本 我在琴上彈了一個 招拍出來 我覺得很爽 我在家裡練了很多次 所以有些Gear方面也要厲害 特別是《亂世超人》這首歌 其實… 讓我很快說 如果說很久 其實… 他會從三上開始說的 對 其實是說一個人的成像 就會受到社會的分圖 令他限制了很多想做的能力 或者他把他原本擁有的超能力 壓低了 去到晚年的時候 他就看回一本很小的 很喜歡看漫畫 才記得自己 曾經擁有那樣冒想 曾經擁有那樣能力 但他沒有很善用 最後他就決定要爆炸 他就… 臨腦那一刻 就引發了他的超能力出來 飛出這天地 所以那個歌詞 沿路就寫了這個 飛不出這天地 靜靜老死天 同縱回味 這就是大概整首歌的Hulk Line 一個煩人的一生 到最後就… 找一個機遇去給自己 不如跳出這個框框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所以編曲方面 我們都將整首歌 拆了去幾個部分 好像… 你感覺到他 由世事大長大 不同時間的成長 那種不同的掙扎 或者那種感情 都在歌曲編曲裏面做 最特別的首歌是甚麼呢 我們遊玩之前 跟我們拉推石頭的人 的Celloist 大提琴手 Rebecca 這次又加入了我們 所以我們錄音時 是加上大提琴錄音 令到那個圓舞曲 那種感覺就更加出來了 中間更好 中間的chorus 就是有一個… 第二chorus 就是阿維推薦 我們最後來做的一件事 原本只有大提琴的 但最後來是加上 阿Ken 彈的blues guitar 這個大提琴和結他 中間有一個… 一個比舞 吵架 吵架 但最後來又很… harmonized 這樣混合在一起 不是 其實我贏的大提琴會贏的 我贏的 我可以推大聲一點 話嫂 所以這首歌最特別就是 大提琴和結他那種… 最特別都是結他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最特別是音樂 哈哈哈哈 但是詞也很特別 哈哈哈哈 那監製 去監製這首歌的時候 哇!有這麼多樂器在這裡的時候 那個平衡是… 是怎樣去平衡它呢? 就是剛剛可以說的 大提琴和結他的一個批評 其實還沒說完 因為鼓手不在這裡 鼓手沒有出聲 其實他每個部分都挺有心思的 那鼓那裡其實是… 因為 Nate 平時也有玩Jazz 那他又將一些Jazz的Approach 鼓打進去 那… 那…其實有些困難的 其實我在製作上面 尤其是Mixing的時候 因為拿一個Balance 其實那個Tone Jazz的Tone又不同 又沒那麼重 但話畢是一隊Rock Band 那麼最後的Chorus 又是有些激動的 那應該要Rock的 那究竟怎樣有一隻 最開始是原舞曲 中間變了一段 好像Jazz 味道更重的 的歌 然後到最後變了Rock 那這個Transition 怎麼可以Smooth些呢? 其實是一路想這些東西 但是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所以才想 跟他們研究 和Ken研究 可不可以彈一些 類似Blues的吉他 因為既然其實 是一個Fusion 那就看看 究竟有什麼東西 是配合到的那個 那個感覺度 但是可以有多些深度的 那這首歌其實 我又覺得是很有深度的 考念希望高飛 未有預備演繹 一出力演技 太多規則要脆掉 脆掉不了 每日相同益機 抹救了未盼望 早日高飛 及早食等一谢夢境 映早一切 是最珍貴 飞不出这天地 正正老死天堂中回味 被限制了起步 从冲突就偏写了句号 失宿一角躲避 幻灭了起奇没有缘际 并没有过冲突 扮英雄 被虚假的才去奋斗 被诉讼扮演一世木偶刀铺 太着色的怨气 未够势力他和他已埋心肥 熟悉的垂念转身 又陌生了 飞不出这天地 正正老死天堂中回味 傲慢地单身后 被感动 被疏败去继续 飞现这事不长 并没有真相 把心移开悲伤 先用我的方言 万可怜 再少少的伤口 累灑烟 没意义 谈心可变大概 侧面 宁愿解说 旧心一切 温柜 两个人 温柜 永 Kelsey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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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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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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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